好好看 OK 這一次在拍 你真的會覺得他就是一個宇宙爆棚 因為他每天的小宇宙腦袋 都一直在想很多東西 當他講到他要拍的東西的時候 他就是 渾然忘了 誰了 誰了 他好迷人 你就你會被他渲染 這不來拍怎麼可以 因為我上一部作品是講 校園問題嗎 這一次如果可以選不一樣的題材的話 或許可以有不一樣的激情 誰在你身邊其實不是偶像劇 它也不是議題片 知道你們連安交費都沒有 對 這個故事著重在一點 就是人的心我不穩定 有沒有時常有愛 愛沒有了 他可能就會走偏 有困難的話你就來找我 又好你再一切沒有問題 相愛容易相處難 對 你們在婚姻之後呢 其實可能會面臨很多的問題 自卑啊 疑心啊 你要怎麼去解決這些問題呢 總是有解決的方法對吧 你最常掛在嘴邊的啊 對 不用出門 就有大餐可以吃 真好 解決了 露水呢 解決了嗎 其實導演有點像詠傑 戲裡面常常說的那句座右銘 就是事情中有解決的方法 現場如果有狀況 他會先解決問題 等解決完之後 他就往前面走了 好 OK 可以 悠悠就這一條 導演這樣 好 好 他像一個十七八歲的充滿幹勁 很有希望一定會成功 我一定會先講那種 他有一支手機 他都會先在那裡拍啊這樣 大家喊放飯的時候 他是拿著他的那個手機 有時候球是在導演轉盪 再來拋到攝影師 再來拋到燈光子 再來拋到演員 又拋回去中間 然後就在那邊接來接去 創造出一種 又是大家心甘情願拍到死後 這個 我記得他講過 如果他能夠選擇演員 或是做導演的話 他會選擇做導演 到什麼時候 還會再拿這個窩機而已 其實跟我最親密的夥伴就是他 在這個戲裡面 真的是我的苦頭 有嗎人 他是描述人 心裡面的心魔 他媽的還不知道是不是 面對生死交代 面對自我反省 面對很多利有未來的事情 很想要 但是又不行了 的那個狀態 那也是最難的 當我們無助的時候 我們當然都很希望說 最愛的人在我們身邊 在他身邊的會是誰呢 會是你 那在你無助的時候 絕望的時候 在你身邊的或許也不是他 或許到最後 只是你人性的一個黑暗面 或者是最後在你身邊的是一個 鬼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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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在影片中